感谢昨天购物和充电的贵宾们 荣耀属于你们 当然还有深圳国资委 这次布林肯来的时候刚好是饭点 江湖规矩我还是懂的 不过特别交代了一下库列巴 现在恰逢反腐最关键的时刻 千万不能出现前线吃紧 后方紧吃的现象 让义父他们寒了心 他就带布林肯去了麦当劳 而且也没有点巨无霸那些昂贵的 就点了一包大薯 一个香芋派 我对库列巴设计的薯条外交非常满意 比列尼克夫的家伙脑子清楚多了 布林肯吃了大概20根薯条 然后就正式确认了 给我们10亿美金援助的事 我算一下 10亿除以20 那就是一根薯条卖5000万刀 普京你的石油是怎么卖的 是一桶多少印度卢比来着 早和你说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你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 你和我斗不下去的 看看邵师傅 都多大年纪了 还天天要去下车间抓生产 说难听点 不就是因为穷吗 怕下面人抓的不够细 把材料给浪费了 俄罗斯都穷成这鬼样了 还挑起什么战争 害人害己 哦 义父已经在将冻结的 俄罗斯海外资金 慢慢转给我了 你们国家富豪倒也不呆 很多都把钱存在了美国 想图个安稳 结果还是被抄家了吧 谁让你们是俄罗斯人呢 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 只要你是俄罗斯人 走到哪里都不好使 没有人欢迎侵略者 你们以后 也就只能去西非玩了 昨天俄军袭击了 康斯坦尼诺夫卡的集市 造成了16个无辜百姓的死亡 但除了这事 很多俄罗斯博主 第一时间就开始勾勾画画 放大了车顶的倒影 确认了路人的眼神 然后就得出结论 说导弹是来自乌克兰的 是我们自己杀了我们自己 你们还有良知吗 我们乌克兰人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架无人机 最后一枚导弹 也一定会向着莫斯科的方向放飞 撞死什么是什么 我们怎么可能用导弹 轰炸自己的国民呢 还说什么 这样可以要来援助 可笑至极 我们的援助 哪一天停过 需要用这种方法吗 你们俄罗斯的罪行 庆祝难说 难道援助还是不援助 就差这一个小镇啊 每次有教堂 学校这些民用设施被毁 你们就说是乌克兰 防空导弹炸的 简直反制 防空武器 那么容易打中地面啊 你当我们在用88毫米 高射炮吗 只要是我干的 我都会第一时间承认 克里米亚大桥 我炸的 莫斯科写字楼 我撞的 诺夫格罗德机场 我干的 普里格人 我杀的 有什么了 我就是我 是世上最凶残的野火 反而是那个地宝宅男 硬汉不硬气 敢干不敢认 明明丧心命狂 还要装圣母 装慈父 虚伪的很